你在學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神秘之中藉口破綻百出 好 誰的請認你 這是我老公 那天是發生什麼事呢 那天就是因為你知道我又有創業 然後我有時候又出來要錄影啊 通告工作然後又要帶小孩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 然後有一天真的累要受不了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可不可以拜託你今天就是 早一點點下班回家 然後幫我顧一下小孩 然後呢我老公那天居然非常阿薩利 他一口就答應 他說當然沒問題這樣 我還想說老公好Man喔 然後幫我顧小孩 雖然有可能會閉著眼睛 結果呢我那天就顧小孩顧小孩 顧顧顧到 奇怪他不是說要早點回家嗎 然後都已經就是已經到了下班的時間 而且我還已經超過下班時間 沒有提早回來就算囉 然後還超過下班時間 我就覺得很奇怪 平常在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想說要打他的手機 就問他 但是我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一股聲音在我的耳邊告訴我 打到公司 就是這樣有個力量 有個力量告訴我 打到公司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不要打他手機 我打去公司 結果打到公司去 我找到誰誰誰這樣 然後結果那公司的同事就說 他今天說要提早回家顧小孩 所以早就走啦 哇塞 早就走了 就是有鬼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那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到家 然後我當然就立刻奪命連環摳他的手機 然後呢給我一直打 他一通都不接喔 哇塞 一通都不接喔 後來打了好幾個小時 終於給我接電話了 好幾個小時 對 好幾個小時喔 接起來之後 我劈頭罵他一頓啊 我就說你不是說我媽 我不曉得罵 我還叫我媽回家 你到底是在幹嘛 就一直跟他講 他就支支吾吾的跟我講說 沒有啦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有個同事 有個員工 他想要離職 然後呢 他就是對公司有點誤解 有不滿 然後呢 那個員工自己家裡呢 就是又內憂外患 就是好像又有一些家裡的狀況 他說呢 他就跟他聊著聊著 聊著很久很激動 一直在哭 他說在這個moment 你叫我怎麼打接電話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最好是有這麼瞎的理由啦 你打一個員工 然後後來想想 也有道理喔 會不會是某個女員工 然後躺在她的懷裡面 然後一直哭一直哭 所以他就一直知道 也沒辦法接電話 然後我說 所以那員工是女的嗎 然後他又說 不是不是是男的啦 然後我想 欸 男的更糟 他就哭到我上海裡 你不能接電話 然後反正他就一直跟我說 就是員工的問題 他在就是調解 所以不方便 在這麼 就是人家那麼激動的時候跟我講 後來他回家的時候 就當然就一直立刻 跟我道歉道歉道歉 但我就是一個禮拜 我就懶得理他 不想跟他講話 如果是你失蹤三小時 會發生什麼事 我失蹤三小時 沒有啦 你開玩笑的啦 我失蹤三小時 我不會失蹤三小時 我一定會讓我老公找到 對 對 我很好 因為J媽每次講她老公 其實每一次我都覺得她老公 算是不錯的人 我老公真的是世紀好老公 對啊 所以你今天上這集 那你是哪一個 我實在猜不出來 你是以前的 追求者是變態 老公是變態 你是說他嗎 追求者是變態 追求者是變態 是我老公 來來來來 可以來講一下 歡迎 其實這個就是呢 我那時候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那就是有一個男生呢 就很積極的想要約我這樣子 他都會一直瘋狂的傳訊息 跟我問我說 下課要不要去吃飯 那因為我對他就是平常心 沒有什麼感覺嘛 我就都沒有回應 那結果呢 就演變成說 我一下課踏出教室門口 他就站在教室門口 站在那邊 長得怎麼樣 長得就是我會不回應的人 喔 好人卡 對 那因為我跟他 我看到就很尷尬嘛 因為我跟他根本就不熟悉 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我就自己走我的 我就自己走掉 走去捷運站 殊不知 那個男生也 就這樣跟著我走到捷運站 他就一路跟著我 搭到我家處的那一站 好可怕 他一起下車 那當下車呢 我就慌了 因為我覺得很恐怖 我就馬上躲到女廁裡面 我就躲起來 躲很久之後 我確定他不在外面的時候 我才敢走出來這樣子 那我也馬上就是 請我的共同朋友 跟他講說 以後不要再有這種行為 因為這根本就是已經可以 報警的承諾了 對啊 就很恐怖 對 然後他後來就停止這種行為 變成說 他改成在網路上跟我 傳訊息留言這樣子 就是他把他想要講的話都 寫在上面 但是呢 我看到他傳的訊息 我都會有點黑人問號 因為 他就寫說 你的頭髮真的好香 呦 很恐怖 然後 昨天晚上跟你聊天 真的好開心 那女人就跟她聊天嗎 重點是我根本就沒有跟她聊天 就是這都是她自己的幻想 她被她幻想 而且我跟她根本就沒有靠心過 她怎麼知道我的頭髮香不香 結果有一次我很確定她在幻想室 她就是 我PO了一張照片在那個Facebook上面 就是我去吃頂太楓吃飯 隔沒幾天 我的共同朋友就傳一張截圖 跟我說 你看這個 那個男生她在她自己的帳號發了一篇文 她說 跟寶貝一起去吃頂太楓 真的好開心 好可怕喔 她就放了一張她在頂太楓吃飯的照片 所以她真的有趣 對 她有營造一種她跟我去吃飯的一種錯誌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好會自導自己 你已經幻想到這種程度了 我跟你講 我以前呢 在展場做展場主持人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展場Showgirl呢 都有一個神秘的包包 你知道那個神秘的包包呢 是絕對不能打開 因為我們展場主持人 我們必須要從早上9點第一場 一直講講講講的 講到6點 就是展場結束 那你知道你要在上面呢 你要講產品 然後你要灑 你要灑那個贈品 其實呢 那個神秘的包包裡面呢 就裝著我們每天 濕透了的 new bra 然後呢 小可愛 安全褲 還有那個白靴呢 你一脫下來 那個襪子一脫 很難脫喔 因為都濕了 然後擠出來會有那種汗水 那個包包就是我們的神秘的包包 然後是不可以給任何人看到 也不可以給任何人摸到 任何人知道的 那呢 我當時呢 有一個我的追求者 他是我的學長 那我們呢 通常早上9點 我們就要開始講 所以7點他可能就要來接我 還要去開會 所以那9天呢 他每天就是7點到我家樓下來接我 然後是不是來接我 然後去展場 然後結束之後6點 又在門口等我 那種大塞車耶 等我然後載我回家 就每天是這樣子 然後呢 我記得那一次大概到第五六天的時候 你看我的神秘包包 你累積多少的東西 多少的氣味 多少的臭味 對 結果我忘在他車上 被拿下來 然後你知道 我跟妳講 我把錢包忘在什麼手機 我都沒關係 就是那個包包 我不想讓人家發現我的秘密 真的太丟臉了 是不是很扯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欸 那個我有一袋很重要的東西 放在你車上 那你明天記得幫我拿 你要幫我拿 因為我工作要用到 那很重要 然後還有你千萬不要開喔 我就講說 你真是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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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快的啊 對啊 然後呢 隔天早上 他又到我家樓下來接我來載我 然後我就 我的包包呢 我的包包呢 然後他就拿給我 結果拿給我之後呢 我就是很小心這樣 但是我把它打開 就是看是不是都還 就是 是不是都在這樣子 我打開一看 一打開我傻眼 因為通常一打開那個味道就會脆起來 你知道嗎 就很吵耶 可是一打開之後 欸 就是 怎麼是香的 然後我就把它一件一件拿出來 我就這樣看 還折好嗎 全部都超級白 就是都 它幫你 然後連new bra 因為你知道那個new bra 展場showgirl的new bra 是千年new bra 就是上面都是黑的你知道嗎 都已經焦了 對 就是從來 從買來第一天 就不會洗的那一種 連我的new bra 上面都是光滑的 我那些黑黑的 全部都不見了 然後我就嚇到 我就說 欸 怎麼都洗乾淨了 我說很臭耶 結果它竟然邊開始回頭 我說才不會呢 你不要亂講 每一件都超香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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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點太 太over 你知道它是體貼 可是這個有點over 我覺得這樣 而且你還沒一件拿起來 那個在半夜的時候 調的夜再把你new bra 上面的膠 一個一個那一件 然後拿出來之後你還行 然後所有的襪子 內褲慢慢燙 對 好噁 其實你視野太多了 你的黃球神看太多了 太酷了 太酷了 可是當天晚上第二天早上 你沒有烘乾或沒有 他絕對乾不了啊 真的 絕對乾不了啊 所以從那一天起 我就忍著他了 再怎麼有好感 我那一瞬間全部破滅 Too much 但是還有一種很恐怖的人 叫做前男友 哎呦 前男友呢為了要挽回你呢 也是會做出一些 就是非常驚人的事情 我有一任前男友呢 他是一個就是設計師 然後呢 充滿著這個藝術家的氣息 然後呢那時候 我就是跟他分手的時候 他就是很難過 然後他就很想很想要挽回我 然後呢因為他的這個 你知道思考跟一般人 就是比較不一樣一點 然後那時候他就想出了一個 就是怪招 那個怪招呢就是 他輸出了一個 1比1大小的我的人型地牌 你們分手分手分手 分手分手 好久喔 才剛分手 他出了一個我的人型地牌 他好久沒有跟我交往 他撕超久的人 他撕兩片這樣 對啊 而且要怎麼拿啊 對啊 然後他就帶著你 不覺得超詭異的嗎 所以你剛剛拿回去 他如果抱著他睡對他幹嘛 也不好啊 對 所以就只好收下對不對 所以當下我就只好把它 就是帶回家 就說好好好謝謝謝謝 就把他帶回家 帶回家之後呢 我媽就看到這個東西嘛 然後我媽一開始就說 你這個女生怎麼這麼三八啊 你怎麼這麼自戀啊 還輸出你的人型地牌 然後我就說 不是我自己輸出的 我就跟他講說 是我那個情人也有輸出這樣 然後後來我媽就 你知道就我爸 我媽然後我 我們三個人就坐在沙發上 看著那個人型地牌 想說 然後現在該怎麼辦 拿這個人型地牌怎麼處理 後來就想說好啦 那不然就是 因為你要把它弄掉也不對 因為是自己的臉嘛 後來想說那先放在後陽台好了 我跟妳講不放後陽台還好 放後陽台就是很可怕的該死 嚇死鄰居 嚇死鄰居 因為我媽每次 就有時候晚上想去收衣服 一打開會 哎唷! 看到我的臉 而且那張照片 我的眼神還是這樣 我就是要盯著妳看這樣子 然後終於呢 就是有一次 就是搬家的時候 我們家人終於就是受不了了 然後就說 快來人啊 把它給折斷 就是只好把它折斷 然後還小心翼翼的 不能折到頭的部分 你知道會很尷尬 然後把它折斷 然後塞進那個垃圾桶 然後才把它丟掉 所以我要奉勸所有的前男友 如果你想要挽回你的前女友的話 千萬就是不可以用 有任何人像的東西在上面 因為真的很難去 真的很難去 對 很貴 它會流淚用你的人形暴枕 對啊 有可能這樣想要說 他現在要賭心 對 你有做過這種恐怖事情 或是你有被追過 最瘋狂的 應該有被追過吧 應該有被那種瘋狂的人追過吧 還好耶 還好 我這個正人君子沒有 應該是嗎 正人君子 黃醫師你的前女友好像跟 參國祝福同眾投資 哇 你知道嗎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